PS5身上没有这种3.5毫米的耳机接口 也没有这种RAC的接口 另外PS5它也取消了这种光纤接口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种外置独立声卡 用它来接耳机、麦克风以及音箱 下面上教程 首先我们先把数据线、电源连到这个声卡上 它的另一口是USB或者是C口 PS5是支持USB-A和C口的 可以插到前面板 下面我们要对这个声卡进行开机 右侧这是音量键 音量旋钮 但是它可以按下去 按住3秒 左侧这个灯就亮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把RAC的电缆 红白接到这个声卡的输出接口 这个COA是同轴 这个OPT是光纤 最左侧这个是USB 可以接电脑或者PS5 这三个是输入 这两个是输出 它的前面还有耳机输出 我们可以把耳机的输出和麦克风输入插到这个地方 这样硬件连接好了 这样又可以用耳机来听声音 也可以用音箱来听声音 接下来我们看PS5的设置 当这个声卡开机之后 PS5上面右上角会有提示 进入设定 来到声音 左侧有麦克风输入和音频输入 我们先看麦克风输入 现在是USB耳机组 这个声卡型号是佛西的K50 Pro 下面这是控制器的麦克风 就是手柄的麦克风 这样我们把麦克风设置成这个耳机的麦克风 左侧第二个音频输出 默认也变成了USB耳机组 佛西K50 Pro 下面这是HDMI 就是用显示器来输出声音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这个声音就是声卡输出的 我们可以调右侧的音量点 玩PS5游戏用耳机 我这是300多块钱的耳机 算不上贵 它的声音比这个语言音箱 我这个音箱也是小1000块钱的 耳机的声音比音箱的声音要好很多 清晰很多 它的层次很分明很清晰 其实PS5的手柄和PS4的手柄 它也有一个3.5毫米的耳机接口 也可以插耳机 但是这个声音效果 照着这种独立声卡还是差很多的 除了声音效果 它的稳定性也差很多 另外还会影响手柄的续航 除了PS5手柄 在很多显示器上 也有这种3.5毫米的耳机接口输出 可以用它来连耳机或者音箱 但是它那个效果 照着这种独立的耳放还是差很多的 声音这种东西必须得听了才知道 我以前从来没有研究过这种耳放 耳机放大器或者解码器 独立声卡耳放在国外很多玩家喜欢玩 国内玩这种东西的基本都是音乐专业的人士 这个小家伙叫佛西K5 Pro 它是一个独立声卡或者叫耳放耳机放大器 或者叫解码器 它支持Windows电脑 苹果Mac电脑 PS5 PS4 Switch都支持 具体参数我也不懂 我也不是专业的音乐人士 它的耳机连接抗组是16到300欧米 放大功率参数 我截个图给各位参考 我不是很懂 据说还不错 价格300出头 我感觉还是挺值的 是一个提高游戏品质的一个小玩意儿 最后说说这个小家伙 我的使用感受 我拿它用来接PS5 或者PC听歌 层次特别分明 特别清晰 那个主板自带的声卡 好像把很多声音 人声音效都混在一块了 玩游戏比PS5手柄自带的耳机接口 声音要好很多 感觉特别有力量 上面说的是它接耳机的效果 如果用它来接有缘音箱 那它就是一个解码器了 音箱的声音不是很大 毕竟它的定位就是耳放 这个东西也不算贵 至少说它解决了PS5 连接耳机和外置声卡的一个关键问题 它还可以连接PC 可以用来听歌 在电脑上玩游戏 声音效果也是很不错的 它是一个外置独立声卡 关键是价格不贵 又能提高游戏品质 生活品质的这么一个小玩意儿 还是值得推荐的 好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希望给各位一些参考 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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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